那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我家的小孩呢 在国中的时候 他们有一群很要好的同学 就几个人一群这样 那我们就是跟家长同学都很要好 那里面就有一个开 在那个租算补习班的老师的家里 他的小孩跟我女儿是同班同学 那那个小男生 男生嘛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是不喜欢背 那所以像这种要背的东西 要背的科目 我的成绩是很差的 比如说那个考北连的时候 满分140分 社会科满分140分 我只有考80分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要背的东西 对男生来讲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很喜欢 那所以呢 有一天 那个第一次月考完之后 那个妈妈就跑过来找我 就说 文尚老师 我知道你在教新制图 你有没有办法 我们家的那个小男生 在生物的那个分数都很低 每次考试都30分40分 他觉得很难过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问我有没有办法提升他们这个生物课的能力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也对生物我也不是很熟 那不过就是我就跟他提出说 那我可以花个两三次的时间 教他们新制图 那于是我就 那时候他们的进度刚好是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那所以我就 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就把那个自修翻开 那自修翻开之后呢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一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主要是讲 血液循环的系统 那包含呢 血液循环跟淋巴循环这两件事 然后我就大概翻了一下 他的血液循环系统主要的两种循环 是体循环跟肺循环 然后他的血液的运送的内容 他也包括他的体循环跟肺循环的一个运送的途径 然后还有心脏的结构 他介绍这些东西 然后血液怎么在身体里面做营养的跟空气的一个交换 然后淋巴就是讲淋巴 他的那个淋巴液 他的营养怎么样在里面做交换一个传输的系统 所以大概是讲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就简单的利用那个自修翻开来 我把它做简单的摘要 那摘要之后呢 各位看光看这个摘要 其实还是很多东西要记对不对 那很多东西要记呢 我就想说 我们以前各位如果有去那种南洋街的补习班 你会发现那个补习班很厉害 老师都会跟你讲很多的口诀 很多的故事 然后很多的口诀 那听完故事听完口诀之后 你就好像把里面的东西都记起来 那所以我就模拟他的那个方法 我就稍微把这内容看了一下 然后这两种体循环呢 两种循环 一个肺循环就是指心脏到肺部的一个循环 那心脏到肺部呢 肺部主管呼吸嘛 所以当然就是做这个空气的交换 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的部分 那身体的部分呢 就大概就是心脏到肺部以外的一个所有的身体的部分 然后他就当然就是负责氧气跟氧分的一个循环交替的部分 那这两种循环 其实你看他的内容 内容不多 那你只要把那个原理的部分想清楚 其实他就很好记 因为他都在 他循环只有两种 那每一种循环里面只有两个重点 所以这种东西你看了之后 大概就很容易记 这个就不用去处理 都不用处理 因为他已经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他是属于那个7加减2 他是低于 低于那个7个以下 所以是很好记的东西 所以就不用处理 好 可是你看到那个血液循环的部分呢 你就会发现他里面讲的东西很杂 好 我想各位老师 你以前学过生物 这里面你不是生物老师 那不是生物老师 你到现在我想应该也都忘光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好 心脏的结构 心脏结构呢 你把它拆开来 就分 把它切成四份 那上面是心房 下面是心室 所以分左心室 右心室在下面 然后上面是心房 左心房 右心房 那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我就找了一个口诀 那时候刚好就想到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当兵 当兵 那当兵呢 你在部队里面 我们那种大头兵都是被那个下士管的 那所以下士在那个我们都睡通铺 可是下士就会睡在小房间 他们辅导长啊 那个排长都睡在小房间 所以下士住上房 在在那个部队里面下士是住在比较好的房间 所以下士 这个士就是心事的谐音 下士 然后住上房 就是 这个房就是心房 那上面就是心房 所以下面是心事 上面是心房 下面是心事 有没有 各位 下面是心事 上面是心房 所以下士 住上房 所以上下你就很容易区分 对不对 下士住上房 然后再来呢 那个血液的运送的部分都是下去上回 所以就是从下面的心事流出去 然后从上面的心房流回来 这是你从里面找出通责 然后接下来体循环的部分就是身体里面的循环 那身体里面的循环呢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刚好跟这个现实的情境是一模一样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集合的时候 那个班长都会集合大家 那集合大家那个动作慢的啦 或者是不听指挥的 或者是那个天兵 就常被班长处罚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一个动作不对 或者动作稍微比较慢 然后那个班长就会骂你 然后甚至会修理你 那修理的方式就是全副武装 就叫你说 这么笨啊 就先骂你一顿 然后骂你一顿就是看到那边那棵树没有 你给我绕着那个树木 左去右回 这个场景我想各位有看过军教片的 应该都非常熟悉 有当过兵的老师 也非常熟悉这个场景 那所以那个阿兵就会被班长处罚 然后就全身武装 就从部队里面跑去绕那一棵树 左去右回 那如果这个过程中动作又太慢 那个班长还会再踹你两下 叫你再去跑两次 好 那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呢 左去右回 阿兵哥被班长体罚 所以这个是体循环 那左去右回 所以他就从左边的心室出去 各位记得吗 那个出去都是从心室出去 下去上回 所以就从左边的心室出去 然后右边的心室回来 左去右回 左去右回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体循环给记忆起来 好 那再来呢 肺部的循环呢 好 那 他在这个整个整队的过程中 然后他常常会粗糙 那粗糙叫你向左我转 想右我转 有时候他会故意讲得很快 那讲得很快反应来不及 那那个比较没经验的天兵 就会做错动作 人家向右转你就向左转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骂你是废物啊 那个所以就骂那个天兵 好 你是废物啊 然后人家叫你左去右回 你就给我右去左回 气死班长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肺物就是肺循环 然后那个因为大脑缺氧 所以常会记错的 做错动作 因为肺部需要吸收氧气 然后他就笨的右去左回 好 所以体循环是左去右回 那肺循环就是右去左回 那一样是下面心事出去 上面心房回来 好 然后那个流的过程呢 都是从大血管到小血管 所以就是心事出去 然后主动脉粗的 小动脉细的 然后到最细的微血管 做交换 然后小静脉 小血管 然后大血管 大静脉回来 然后到左边的心事 到右边的心 左边心房到右边的心事 好 这样大到小 交换 然后回到大 这样子就把整个东西都把它变成口诀化跟故事化 那这里面的重点是说 好 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很容易的记忆 但是有一个部分要都要注意一下 好 你编的这个故事 你编的这个故事是当兵的故事嘛 那你的学生是国中生 他有没有先辈经验很重要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编的那个故事跟他的先辈经验是没有连结的 那他肯定记不起来 那这时候最好的方法 你要给他先辈知识 那这个故事 这个部分如果他没有先辈知识 你就必须给他这个先辈经验 那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讲故事 所以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都会先讲一个故事 讲那个当兵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把这些东西安排进去 讲当兵的故事 然后把这些内容安排进去 那讲完故事之后 讲这个讲义内容的时候呢 再把这些故事给提炼出来 然后这些关键字 关键的地方提炼出来 然后对应到他要背的东西 好 那因为他听过故事了 他就有先辈经验 那特别是你讲的故事又生动又好笑 你知道学生最喜欢听老师讲什么故事 第一个是恋爱的故事 第二个是当兵的故事 第三个是别人的糗事 好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去把这些故事给安排进去 那所以你讲的那个故事越精彩越生动 他的记忆他的脑袋的图处连结就越强壮越多 然后说我们再把那个要背诵的步骤跟那个东西给安排进去 那学生只要记得这个口诀 记得这个口诀 然后像这个比较有逻辑的 他把心脏切四半 然后下面是心 下面是上面是心法 他其实简单的画个图切四半 他就完全记得那个整个心脏的结构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一些这样的手法 就可以把这些该背的东西给背起来 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图 这些图都是网路上找的 好 那后面呢 因为后面的部分就其实内容都没有超过那个大脑的记忆容量 所以很简单的大概就是看一下就知道 我就没有再去做特别的连结 好 就这样一个故事呢 讲完之后 然后当天就给学生复习 复习了之后 各位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讲背诵跟记忆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叫做冥想 好 所以你要他记忆的时候 这个可以先关起来 好 关起来对不对 那关起来之后呢 你就让他去脑袋里面去呈现那个画面 去想象那个故事 然后就可以把内容给讲出来对不对 好 什么心脏的结构 让他去想 好 他就哎 下思柱上法 所以下面是心事 上面是心法 好 然后体循环对不对 好 那个天兵被班长骂 好 被体罚 然后绕着 绕着那个大树左去右回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左心事出去 然后右心反回来 好 然后肺循环就 就是相反 好 又去左回 好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背起来 背起来之后再打开来对照一下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对了表示他就完全记得 对不对 那如果不对 就再看一下 好 再记忆一下 再回想一下故事 再对照 再记忆一下 好把那个连结变强变稳固 好 那等到他完全记忆一下 记忆住之后呢 其实他的复习就很简单 利用睡前上个厕所的时间 关起来想一下 打开来对一下 10秒钟20秒钟就解决了 所以他要复习 对他来讲是很简单的事 然后到隔天 可能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 打开看一下 关起来想一下 这样就完成那个整个记忆的流程 所以他可以用锁碎的时间去做记忆 好 那所以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 然后他也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练习之后 我其实 那两天上完课之后 我就忘了这件事 那一直到那个第二次月考回来的时候 那个有一天那个邱妈妈就 她一样姓邱 就突然很兴奋的跑来找我 带了一堆水果 这样 然后 就跟我说 邱老师 你的方法真有效 你的方法真有效 他的那个儿子 就 第二次月 应该是第二次月考 第二次月考这一课 就这一课 他就小考 他的月考 就考了87分 真的不多不少 87分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他非常的高兴 好 那这是实际的案例 实际的案例 各位参考一下 那所以当你在做 尤其是像那个社会科 自然科 这种很需要背 然后 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安排 那当然 如果学生 我们等一下今天会讲到那个后设认知跟个人自学的一个重点的方式 那 其实初阶 初阶的方式就是老师你把这个方法安排好 初阶是因为学生 他一定没有办法那么厉害 可以把这些东西安排进去 所以初阶是需要老师协助的 那老师协助的部分就是你要把这些记忆的策略想象好 好 那顶多让他安排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 然后就是你要去做协助 他才有办法去想出自己的故事 那初阶的学生没有办法呢 所以你就必须先想好你的故事 然后去套 那学生只要按照你的故事去记 他其实学习能力就可以上升 那当然比较进阶的我们会希望说 连故事学生都自己想 那想完故事之后 他要把那个故事的关键跟架构给抓出来 去套到你的要记忆的东西上面 这个是属于进阶的技巧 这个真的是要练一段时间 老师有策略的教一段时间 那这种东西呢 外面补习班都不会教你 补习班顶多在第一个阶段 包括你常常听到那个 什么普林斯顿啊 超强记忆训练班啊 那个鬼松松有没有 你上一个月的课要上万块的那一种 那个都是只教到上面第一个阶段 因为第二个阶段那个是苏普老师的特殊技能 他也不会教你 所以像你们去参加什么 孟恩啊或参加什么 那些很厉害的苏普老师 他会跟你讲他的步骤 比如说MAPS 你要翻转教育MAPS 你就照这四个步骤去做 你教学就可以教的很棒 那他会跟你讲说这四个步骤怎么做 你就照着他的步骤做 各位这是属于第一个阶段 所以他安排好这个方法 你照着操作 你的教学就会很棒 但是他不教的是什么 他怎么伸出那四个步骤 对不对 那各位我们今天都会讲 都会讲 所以如果你要再更进一进阶的话 你必须要有办法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 安排跟操作 那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很重要的第一个例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